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中国从今天开始 他们要召开中国人大的常委会议 他们要编列时照的人民币预算 就跟我们上礼拜预估的一样 因为现在中美的对抗 已经越来越激烈了 他们现在非常担心 川普如果上任的话 他不但是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而且在把中国当成唯一的敌人 如果把中国当成唯一的敌人 所以我刚刚讲 这个贸易战会更激烈 这个科技战会更惨烈 现在中国如果没有阴影的话 看起来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而在这样的一个讯息里面 我们看到了国真最近 跑到了中国去采访 他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 是我们看到台湾台记店 最大的叛将梁梦松 梁梦松现在就是中国 在科技上面最后的依靠 结果现在梁梦松 在整个台商圈子里面 竟然消失了 他现在很少再跟台湾社团联络 为什么呢 原来他已经受到一个 非常严密的保护 而这个严密的保护 竟然是国家领导人的等级 也就是如果今天芯片的问题 不能解决 中国就会在原地打转 中国如果在原地打转的话 那在经济 军事各方面 全部都会落后于美国 现在中国唯一的希望 就是我要超英改美 我要在芯片上面 我要有所突破 而这个时刻 真的只能依靠梁梦松吗 你可能想象 台湾一个叛将 竟然在中国受到 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竟然被这么严密的保护着 而美国现在就把他讲 不管谁当选 对中国来讲 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明明大家刚刚走一趟 财经专家 黄州松明浩 大家好 第二位是财经专家 吕国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美田 张雨萱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政美田 吕宜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美田 李宁辉 大家好 第六位是资政美田 李长玉 大家好 大家好 走 就像你上礼拜讲说 中国现在 真的要准备 十兆的人病 要打一场中美战争 对 他们现在真的 这么害怕川普当选吗 而且不是害怕川普当选 是害怕 无论谁当选都一样 都一样 对 我知道 贺锦丽或是川普 谁当选对中国 只有非常惨 跟惨到无法想象 两种地步而已 所以呢 如果贺锦丽当选 是非常惨 那川普当选 是惨到无法想象 为什么 因为中国问题 是现在学有美国 人民关心的问题的第三名 仅至于他们国内的挑战 还有气候变间 第三名就是中国问题 尤其在这些 重要的摇摆州里面 他们为什么 他们两个川普 跟这个贺锦丽 最近都在狂打中国啊 为什么狂打中国 因为摇摆州 跟中国艺术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 川普当然能够崛起 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 美国再度伟大 就干嘛 我要把制造业拿回来 特别是工厂 在铁锈带那边 我需要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这边的老百姓 我才有好的收入 可是最近出了一件 非常怪的事情就是 这个国宣高科 他是坐这个电动车的 电动车跑到了密西根 我还去做投资 我还去做投资 照理想 我可以提供 2300个工作机会 而且我可以带来 这个地方 很多的周边的效益 可是没有想到 周边的民众 居然群起反抗 群起把这家公司给赶走 为什么赶走 他们说 中国的威胁太大了 对 没错 你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美国学民中间 中国的议题到底有多重要 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叫国宣高科 国宣高科是中国 非常有名的做锂电池 汽车锂电池的公司 他说我要去密西根 投资24亿美金 然后有提供 2300个工作机会 那州长也说 OK啊 我承诺提供给你 1.75亿美金的拨款 还有5.4亿美元的税收 照理说 双方都谈好了 OK啊 就你知道谁反对 你知道吗 当地居民反对 居民反对 当地居民 你看他们就联手起来了 他们自己采取行动 可是这些居民当时 去支持川普 不就希望说 你的工作机会 能够进来吗 让我这个铁锈带 能够重新复活起来吗 那现在有个工厂 要进来了 我干嘛要把它赶走 而且保险 他们是用了 后来用当地地方的力量 否决了上层的 这个决定 所以那罢免 用否决这样去 否决这样一个条件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个事 当地是居民反对 而且我觉得 他否决得非常决绝 是什么 他们当地居然有 所谓的乡政委员会 乡政委员会的人 他们全部罢免 只要你去支持中国的 你愿意把这个产业 弄过来的 当地居民居然 一个一个罢免 换上反对中国的人 那你知道 他们理由是什么吗 两个理由 第一个 很多人担心说 中国工厂在这边来的话 中国政府对美国 当地的影响力会扩大 这是他们担心的原因之一 担心原因之二是什么呢 他说我支持 反正最后是支持 国宣高科嘛 国宣高科的竞争力越强 说我们补贴他 他只会变成 到达美国汽车产业 所以他们想得非常清楚 他们就不直接否决 所以他们下一个决定是 中国政府原本是想说 那我就直接投资美国 改善跟美国关系 现在这一套 没责 现在他们是希望 美国公司 或是非美国 非中国的公司 可以来这边投资 反正就是不要中国公司 太狂动了 这个居然不是 华盛顿的政客 这个居然不是 美国的政治界 来反对中国 居然是美国的 一般小老百姓 而且在铁锈带的老百姓 来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讲的 美国选者就讲 过去 你只要能够带来 就业机会的投资 你都不会受到质疑 可是没有想到 刚刚讲到的 现在你只要这个投资 是中国的 认为中国的厂商会进来 美国的天线 就会竖起来 这完全是 之前美俄的 美苏在斗争的时候 他们每天望着天空 担心 苏联的卫星 会来窥探他们 对 所以现在整个是 美国气氛在改变之中 好那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密西根州 就是这个铁锈带 是这种 关键摇摆州 还有威斯康星州 宾州 很多州都是这样 所以那贺锦丽跟川普 他们只好狂打这一体 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贺锦丽他到威斯康星州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去干嘛 他讲这个富士康 去投资失败的事情 他就说你看 就是个失败案子 所以你知道 富士康他们认定 是中国公司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中国议题就是这一次 非常重要 大选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你说现在 原来中国的人道常委会 现在召开 召开的时候 第一步是我要准备 食兆人民兵币作为子弹 我要高足强广基梁 我要好好来打这场战争 刚刚那半天 食意只是初步的 如果川普 就不止在食兆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如果假设这个 不论贺锦丽或川普当选 第一个 美国会 中国会面临到 关税会往上提升 当然川普说 要科百分之60 这个下去来说 中国大概是毁灭性的 这个灾难 所以 为什么要准备食兆 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个会打很久 你看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 这个贸易战 从川普开始打起 2019年开始打 打到拜登继续在打 那打到这个 拜登准备要下台之后 你看最近还签了一个 什么行动吗 他说有三个产业 半导体 为电子 还有量子科技技术 设定到所谓AI的 这些技术 包含所谓次世代军事 网路安全 监控还有情报应用核心 都不能够 中国来投资 所以他事实上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 科技安全保护 是越来越紧缩的一个状态 所以 这个拜登就这样做了 你觉得川普上来会怎样 他一定会做得更狠嘛 而且你想说 现在美国对中国科技 这种尖闭轻眼的 这种做法 居然发生力 跟我们在台湾 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是 他们讲嘛 现在梁梦中 在上海 居然已经没有在台商协会 没有在这些 台湾的场合里面出现了 他居然被严密的保护了 搞了半天是 他现在已经受到了 中南海保镖等级的保护 没错 为什么会有中南海 保镖等级来保护呢 简单来说 保镖 目前为止 梁梦中是中国科技产业的 唯一救星 中国现在最大的痛点 就是在晶片 他没办法往这个 7奈米 5奈米前进 梁梦中 他是台积电出来 他有这个技术 所以他们现在 把他保护了 听说保镖 为什么要保护他呢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 前一阵子 如果大家不是听说到 中国什么AI专家 什么这个解放军 兵推的专家 还什么大数据专家 要嘛就突然出车祸 死了 要嘛就是突然之间跳楼 要嘛就是被死亡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反正只要是中国重要科学家 都死了 那你说假设 梁梦中出了什么 三三两两两 怎么办 你说美国的CIA 也会盯上梁梦中 当然有可能 你觉得不会做这种事情吗 当然有可能啊 所以 那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梁梦中 那听说 他们是派出中南海等级的保镖 这个是保护谁 保护习近平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等于是把保护习近平的部队 移到梁梦中的身边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梁梦中你现在看不到他 因为他被保护起来 他不是一般人物 他是中国现在捧在手心上面的宝 你不能够出问题啊 所以说习近平直接把我的敬畏队 等于说拨了一点人 去保护梁梦中 因为他的地位等同在中国 跟习近平没什么两样 因为他是中国晶片的唯一希望 那为什么讲到这样 因为说真的 因为华为的这个Mate60 他搭载7奈米的麒麟9000S 7奈米当初人家就说 你真的做得出来吗 结果中芯真的做出来了 而且现在中芯还要再朝5奈米去前进 虽然说他良率很差 但是至少他能够做得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反正我用这个大量资源投资下去 反正最后做得出来就OK 我再多成本都愿意花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保护梁梦中 因为梁梦中是他们唯一 最后的这个寄望所在 而且从这次刚刚讲的 以色列千里奔袭去攻击伊朗 伊朗所有的战机都没有起飞 伊朗所有的眼睛都被打瞎 代表未来的战争根本就是高科技的战争 虽然现在你会觉得 梁梦中搞的这个所谓的7奈米 搞的5奈米 他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他不能大量量产 这个不重要 只要你能够做得出来 整个中国未来在军事上面 才有跟美国叫板的资格 对 没错 为什么这个尊重很重要 第一个我军事上面 我军事上面今天不用用很多啊 反正你只要做出来就好 一千颗两千颗都对我非常大作用 为什么你看 美国最近在做什么 美国现在不是说吗 我要封锁你的科技是牵扯到 次世代的军事应用 美国就这样 他们最近有个计划 B-21的轰炸机 他们未来 因为这个B-21轰炸机很贵 就很贵来说 如果你只有承担轰炸机的任务来说 太可惜了 就他主要做什么 他要把它做成是六代战机的 黄昏的内容 那是什么做什么呢 他把它变成是联合作战无人战机的这个 指管平台 所以也就是说 我未来呢 我这台B-21轰炸机 我不是只有载飞弹 我可以载大量的无人机 那无人机发射出去之后 我还可以当一个载胎 所以等于是说 他把它弄成不一样的作战的想法 那这个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呢需要什么 你看无人机 你需要重要的载胎之后 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晶片 所以来说为什么 对中国来说 这些晶片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 你如果你看美国最近他们还发的发 这个有人拍到这个B-21轰炸机出现嘛 这个状况 而且他又是逆中 所以这个逆中的飞机 假设他真的飞到这个中国上空 放出这么多无人机的时候 你怎么中国什么防范 所以这是次世代的武器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 在这个乌尔战场上面大放异彩的 叫VBAT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这是什么无人机呢 这个无人机 所以他就这样 他其实很小台 然后他发射出去之后 他可以在空中飞翔 他可以飞大概约莫483公里远 然后他可以把当地附近的所有的 这个包括防空系统 他都可以侦查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根本没办法干扰他 因为他有特殊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通讯的方法 你不会干扰他 但是他可以看到你 然后他看到你之后 最近很多俄罗斯的这个防空武器 在乌尔战场都被歼灭 为什么被歼灭呢 他这个飞机在上面飞 飞飞飞飞之后 他就标定 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个他们的这个防空系统 哪边有一个防空系统 然后他就指挥 这个海马寺的多管火箭 直接把他炮轰掉 所以等于他又是一个 作战上空的侦查平台 兼指挥平台 这个作战观念 这个观念 过去我们都没有想 没办法想象 现在这些都在 俄罗斯战场上面实现 这也是美国未来 如果他在高科技产业 能够持续领先的话 唯一能够赢中国的方法 所以当然重点在什么 重点就在高科技 那这也不难解释 所以就有人讲说 你现在看到俄罗斯战争 中国已经下一半了 你现在要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中国根本就吓破胆了 那如果不能在晶片 或者是在这个 所谓的AI技术上面 我有所突破的话 你仗怎么打 对 所以这不难解释 为什么梁梦松会遭受到 会用国家保护级的这个状态 因为他真的是 中国未来晶片的 这个最后的希望 所以你就知道说 高科技战 绝对还是下个阶段 美国对中国展开 最终的这个杀戮战 好 国战 你前一阵子到了中国去访问 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你要讲 你这边听到的消息 梁梦松失踪了 梁梦松以前都会在台商的 这个所谓的社团 或者跟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互动 就他现在都没有了 他现在已经刚才隐居起来 那为什么隐居起来 刚刚讲 我们讲中南海保镖 他已经受到中南海保镖 最高规格的这个待遇 就像这样子 这个是习近平 老婆我看这个图 这个是习近平 前后左右 全部都被包围了 对 梁梦松现在在台商圈里面 被称为是中国两大一星 这么重要的人物 就像中国的前学生一样 是被中国捧在手心里面了 所以以前台商在上海 台商在上海还是可以看到 梁梦松 现在看不到吗 现在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 也想打探说 有没有机会见到梁梦松 上海的台商告诉我们 别想了 现在是习近平亲自把他贴身侍卫 派来保护梁梦松 他贴身侍卫 就是怕梁梦松 如果万一不小心出意外 死掉了怎么办 所以现在想要见到梁梦松 台湾人几乎是不可能看得到 而且这个 你不是天方夜太人 也不是情人忧天 因为刚刚讲的 梁梦松 他就是FBI追击的头号敌人 对 因为美国商务部 自己去调查才发现 你明明没有14奈米以面的设备 你怎么做得出来 7奈米的产品 结果最后的结论是 梁梦松帮他做出来 所以要突破科技的封锁 梁梦松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 如同当年打造核弹的 两弹一星的全学生 全学生一样 所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元勋 7奈米的最大工程就是他 而且 梁梦松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现在我非常好奇是 你在这边讲吗 你现在又没有棋子外光机 你现在又没有日本最好的 这个信越化学的这些 这个制剂 你也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真的可以做出7奈米 甚至往5奈米发展吗 所以中国是真的能够从用14奈米的晶片 而且做得非常的便宜 成本非常的低 所以现在14奈米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承受晶片的话 像联电会碰到 或利基电会碰到非常的问题 所以台商缺起已经... 所以你第一次说 为什么现在联电跟利基电 感觉上承受压力 它是真的承受来自中芯的压力 而这个来自中芯的压力 背后真的是梁梦松 对 而且不仅是中芯现在能做 14奈米的晶片 华为的晶圆厂也很快要投产了 它也是做7奈米到14奈米 对 尤其是14奈米以上到20大麦尼的 它有三座厂 所以它是从14奈米到28奈米 承受晶片全做 甚至低量也做 所以为什么你最近会看到 外资拼命的在卖 联电跟利基电的股票 因为成熟制成14奈米以上的 要血流成河了 所以梁梦松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就是在这个道理 对 也就是 现在刚刚讲 你能够从14奈米进到了7奈米 就是刚刚讲我就是重复曝光 这个重复曝光的这个东西 就是梁梦松最大的本事 对 做出来之后 其实中国现在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非常稳定的量产 连华为的手机 本来在9月号称要挑战苹果的iPhone16 结果他拖延了 而且郭敏奇还发现 直接点名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晶片 正遭受严重的生产问题 所以为什么梁梦松重要 是因为华为连手机晶片 都做不出来 那中国其他先进晶片 一样都做不出来 我们知道Mate60系列用的是7奈米的先进晶片 已经遭遇到严重的问题 所以本来今年9月还要发表新的Mate系列的手机 来挑战苹果手机 结果根本没有办法推出来 而且那时候郭敏奇还查出时间了 本来是应该10月底到11月初 10月底早就过了 还是做不出来 这代表怎么样 中国现在要做7奈米到5奈米的晶片 还是非常的困难 必须要倚重梁梦松这些人 来帮他突破瓶颈 对 虽然这样你的14奈米承受 其实已经OK了 现在要进到这个阶段 而且刚刚讲的 如果进到这个阶段里面 我做得出来的话 对我的军事工业就很有影响了 你才可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所以不管川普选上或贺吉利选上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就永远被卡在美国人的喉咙里面 所以最近法国世界日报 就发现一件问题是 中国的猎人头公司 不断的透过白手套 跑来骚扰台积电的工程师 甚至拼命的挖角 每三个月就问候一次 而且给你三倍的薪水 告诉你说 如果你愿意来华为上班 我给你不只是三倍薪水 其他福利待遇也非常好 你说现在台积电的工程师 每天打开他的email的时候 每隔几天就会人来讲 你要来华为吗 你要来中心吗 我要给你三倍的薪水 对 因为华为要怎样 要开始正式生产7奈米到14奈米 他的晶圆厂已经盖好了 所以本来是查出华为 是被深层910 是有台积电的晶片 美国要惩罚他嘛 可是华为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既然台积电 美国限制台积电 不能卖给我 我自己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很奇特的事情是 他在找封装的工程师 是在找台湾的工程师 是要做生产的 所以华为已经跨进来了 但是台积电也防得非常凶 你看现在台积电防得非常凶 是有一个大陆籍 在日本念工科硕士的人 娶了台湾老婆 结果投资到台积电 一样被拒 所以他呼喊说 我娶了台湾老婆 即便我是中国籍 为什么台积电不让我上班 因为中国籍太敏感了 你当了台湾女婿也不平 就是怕你成为下个梁梦松 所以你说现在这种兼闭亲眼 真的已经从上到下 刚刚施总有讲 现在反对中国来投资的 已经不是华府的那些政客 连一般密歇根的小老百姓 我都没办法生成重量 而这种刚刚讲的晶圆战争 不是只有美国政府在主导 你说台积电主动到 只要你是中国籍 你是中国籍 你到了日本拿到了学位 甚至你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 一样 你只要跟中国有一点的瓜葛 台积电都不敢用 甚至他们怎么讲 他说中国籍太敏感了 台积电被叛将搞怕了 连你这种小啰啰 我们都不敢要了 对啊 所以可能你去华为很棒啊 中信很棒啊 但是对不起 台积电就像世界日报说的 每三个月就有人问候 要来挖角 必须要做到 兼闭亲野储合汉界 一点模糊空间也没有 而且台舰在中国 为了防患美国做了多彻底 我们在上海可以听到台商圈 东风31发射那一天 中国官方既然公布了一个消息 要进行大备份计划 就是所有中国先进的 在珠三角或长三角的工厂 要开始往重庆搬移 为什么要 往大后方去了 对 而且它不叫开发大西部 或扶贫 它其实所谓的整个计划 叫做备份 所以台商非常敏感 什么叫做备份 就是把被美国攻击 对不对 现在中国真的这么害怕川普吗 他们觉得川普完全不可预测 现在如果真的川普当选 那十兆人民币够不够用 都是个问号吗 对 现在可以说 不是只有中国害怕川普 而是中国整个害怕美国 接下来对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今天不管是贺锦丽当选 或是川普当选 他绝对对中国来讲的话 一定会出狠招 那个出狠招来讲 你看现在已经打到什么地步了 连台积电本身 如果说工程师 你知道这些工程师 说不定他收到这个email 或是收到所谓的猎人头公司 跟他征选的时候 你想想看 美国难道会不知道吗 他都知道 美国都会知道了 美国都掌握所有的资讯系统 你的工程师的email 来来往往 或是什么样的猎人头公司 谁跟谁接触的 其实美国知道的一清二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台积电是放在台湾 台积电无法移到美国去的话 整个没有办法牵到美国去的话 那他当然不可能炸掉台积电 那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就防堵你的人才 然后往中国大陆走 所以现在他知道说 有个梁孟松当做叛将了 那未来这个梁孟松 等下子弟兵 一个拉一个 一个拉一个 就像我们的退将这样拉过去的话 那还得了 那不用打仗了 那美国来讲的话 你的所有的关键技术 输出到中国去之后 让中国又可以制造出 更先进的东方飞弹 那可以先进的这个战绩来讲的话 美国怎么对付他 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一定是什么 防堵台湾的这些 所有的高科技人才 往中国送 所以难怪他们访问了 一个台湾的高科技人才 讲说 那你受到这个东西 你不会觉得被诱惑吗 你难道不会心动吗 他说欧美王 他讲的一个很妙 他说 我今天只要跟中国有所接触 我只要踏上中国一步 我只要拿他的钱 我这辈子 美国不会要我了 台湾不会要我了 大家都不要我了 不只美国不会要 台湾不会要 连美国的所有在欧洲的朋友 大家都不会要 那你说真的 你中国来讲的话 他都是这样子 用完即丢 用完即丢 他用了中国的 台湾的人才来讲的话 你看以前什么 长江学者 什么什么千人计划 等等之类 他用三年 顶多六年 然后就给你丢掉了 丢掉之后 你后半辈子怎么办 所以我们台积电 这些工程师 其实头脑都很聪明的 他们不可能说 我今天只是拿了你三年的钱 拿了几年的钱之后 然后我就永远被你 中国大陆绑住 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被中国绑住的话 你这个人 你本身都要一直在中国生活 你是出不去的 你没有办法到其他国家去工作的 再加上包含什么 你的家庭 你的家属 所以包含你的 甚至你的小孩 都没有办法到美国去读书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工程师 他们不是省有的灯 他们竟然能够进台积电 他们本身来讲 也会考虑到整个 未来生来规划 所以整个家族来讲的话 他们是不可能 目前跟中国大陆 有所这个瓜葛的 可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敌意 真的那么深吗 刚刚讲你到密西根的一个投资计划 你被当地的人知道 那当地的人 居然还把这个 支持进来的 这些委员会的委员 全部罢免掉 你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现在密西根 他就是摇摆中 密西根他摇摆中 他是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他可以采取 更严厉的一个做法 可以来对付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个密西根 他们当然这种情况 可能在美国的 各州都会出现的 你只要有中国的人过来设厂 你就会抢了 可能当地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中国常常会把 自己的劳工弄进去 因为你在美国 有很多非法的华人在那边 然后所以他有可能会做一些 很奇怪的动作 这时候抢了美国的 都这么排 都有 所以你知道 这其实为什么 因为川普早就已经宣传 中国人抢我们的生意 中国人抢我们的工作机会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 全部抢回来 那这种氛围 这种气氛之下 当然中国要一做准备 所以你看到这几天 人大常委会在开会 在目的在干嘛 就是要 对 就是要搞钱 因为接下来的话 钱才是最重要的 要怎么对付中国的 对付美国的 川普的关税战 或是甚至于 未来的制裁等等之类的 我第一个 我要用钱 第二个我用钱来说白大家 看有没有办法处理嘛 如果都没办法处理的话 那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可能被挨着打了 好那常委 刚刚讲到的 这几年来我们讲的 反中一只是 台湾政界的主旋律 我把你扣上一个红帽子 扣上你是清宗的 扣上你是中国人的同步人 你这样就完蛋了 可是我看到一个 很好笑的现象是 我们看到像王定宇 王毅川 这些一堆的人 然后开始去扣 这个所谓的 刘德华是红帽子 为什么现在被打的 把他被自己打得满头是猫 而且被人家直接呛下 在脸书上直接呛下 都不敢回嘴了 呛下的人是 邱黎宽 宽姐出骂了 太凶了吗 全世界第一凶 大概就是宽姐了 真的假的 没有人敢惹 没有人仍惹 你被他骂过一次 你终身难忘 一辈子都忘不了 被他骂过一次 终身难忘 华宅这次来台湾巡回演唱 当然就是第一天因为台风 饮得风风雨雨 所以常常讲 我以前算是会骂人的 是 可是我跟邱黎宽宾 小无间大屋 你说他 我被他骂过一次 你被他骂过 我到现在三十年过去 还忘不了 真的假的 你被他骂什么 为什么骂三十年 那个时候 他写他们电影票房 好像有一点怎么样 他们最怕人家写票房不好 好 打来报社你知道吗 从我们总编辑 你一路一直找到找到 找到的 结果我们总编辑 他们现在挨骂 他骂得一头雾水 他们觉得说 在出了什么事情 谁这么凶悍 你们电影圈的人都这个样子吗 而且他是一支金 两支金 三支金 五支金 全部把你祖宗十八代 全部招呼过一遍 没错 所以今天你看他在脸书上 因为我觉得 宽姐一定是气到不能再气 就是说你三班人都惹 你惹我刘德华 因为刘德华确实是一个优质艺人 他说优质艺人 你凭什么样子 好 你知道你就是看他骂的这东西 我听你才知道说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帮派 你知道民营党本来就是 我就搞了一个所谓的台派的帮派 这个台派的帮派里面 我就专门霸凌人 我就看到我早上丢大便 每个就跟着丢大便 然后就开始嗨一嗨的嘲笑别人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是让有两个可怕的人 第一个 你惹到了邱里冠 第二个 你惹到了华嫂 你说在台湾 华嫂是不能惹的 好 华嫂帮 这次大家应该见识到了吧 那一天宣布要 一座台风延迟演出 那些华嫂们在那个小巨蛋 声泪俱下 透透一眼 超棒的 然后说你们要打电话去北捷 所有人都要打电话去北捷 抗议把他们的那个 参患都要他们怎么系统 所以每个华嫂他们说 那天其实风雨很大了 他们有个地来的 包车来的 所以无视于那个外面刮风 下雨他们在那边等待 我就是要见到华宅 因为11年没有见到华宅了 而且知道以前华宅是怎么样宠爱 这些华嫂的吗 什么宠爱 我以前亲眼见证过 就说明是什么金曲奖 金马奖什么 华宅只要有来 那个游览车 他们是包车包了十台 几十台 这样从华宅下飞机 一直追到饭店 追到演出场地 然后在外面等到 华宅整个结束都在深夜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些华宅都63岁了 这些华嫂帮们也几岁了 你也可想而知 对 你说这些人不能惹他 追他 追了二三十年 而且死心塌地的爱华宅 华宅的一切 你知道他们在买那个纪念品 什么周边产品的时候 是少货 管你什么东西 我的整套整套 几万 几万 这样的买 甚至于你知道吗 这个华宅疼他们 疼到这种程度 当然就是说这些华嫂帮们 怎么能够容许说 你们这样来污蔑我们华宅 而且你知道 华宅这么多年来 其实说他十一年没有来台湾 可是在我们风灾 台风 地震等等的时候 他是发起他们香港 因为他是什么演艺协会 什么什么长之类的 他是中港台的艺人 他同时号召他们 捐了很多的物资 捐了很多 还来台湾办那个震灾演唱 所以他是出钱出力 不予一力 好 那我刚刚说 华嫂帮 你不能忍 因为他们是几十年的 深厚的感情在那边 好 那丘尼宽 丘尼宽其实跟华宅也没什么特别关系 就是说好朋友 但是 只要是不公不义 或者说有些 不得而且我听你讲过一个是不是 他连美国的华清帮都敢碰 那个是林志玲 对不对 林志玲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就是说被人家骗去那个Vegas 结果就被软禁起来 可能会有一些被软禁 不利的行为 因为他不要出去演出那一场嘛 是 然后林志玲就到处找救兵 他躲在饭店里面不敢出去 想到 那宽姐吧 宽姐接到电话 宽姐那个时候 人还不在Vegas 在台湾 她说 交给我 我来处理 交给你 花清帮 宽姐一个女生 好 几个小时之内 动员他所有的人脉 所有黑白两道 宽姐打电话 一一的这样子就说 我就是一句话 林志玲 你们要把我救出来 要保住他 不能动他一根寒毛 那真的救出来了 真的就救出来了 后来林志玲当然就说 梨花带类这样出来 他有好像就感谢 就说这场演出 他没有实际的演出 谢谢大家抽奖活动 这个事情就过了 其实你知道吗 现场他们的华清帮人士 几十支枪支在那边等着 就说 谁下这个命令 说要我们 就是要取消这张演出 不让林志玲演出 是谁 他们说就是台湾的宽姐 好 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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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时候 他跟林志玲并不是很熟 可是两肋插刀 为什么 我就是要救他 我就是为了 就是说 这不公不义 或者说有些 就是说 如果我是的时候 他就会挺身而来说 所以这是瓦宅 他觉得说 如果知道我被他骂 我也不敢讲话了 瓦宅何故 瓦宅做什么事情 瓦宅为引迷 瓦撒帮做什么事情 你平手在污蔑的他 宽姐就要跳出来 师傅 我们上周就谈到 陈启玉 你被怀疑说 你掏空了台湾11亿 11亿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我们来讲 光是柯文哲 柯文哲那1500万 或者210万 我就要把你收压 在这个时候 再延压 就你这 你这11亿 这么清楚的东西 而且这个犯罪事实 这么明显 居然南检要求 南院去这个所谓的收压 居然是无保请回 无保请回 以后被抗告回来以后 他就真的跑掉了 那南检在干什么 而且今天传出来 更先进的消息是 你现在南检 说我要去办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扫毒的案子 我要办这个弃毒的案子 我申请了230张的搜索票 南院居然一张都不给 对 所以说台南地方法院 是一个魔幻法院 今天台南的议长 副议长 会选的事实 已经这么明显了 全部都无罪 而今天陈启玉 已经这么明显的 掏空公司11亿 竟然无保请回 对 陈启玉 他在台延的时候 弄了一个台延绿能 然后呢 就开始上下起手 总共弄了11亿 弄了11亿之后呢 他后来之间就被赶走 被赶走之后呢 这案子也关了一阵时间 突然间 啵 启动调查 大动作的搜索 10月22号的时候 搜索完之后呢 台南地检署 就告诉台南地方法院说 这个我们要羁押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11亿太多了 第二个 还有其他的人 搞不好去躲起来了 所以呢申请羁押 那申请羁押台南地检署 不是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搞不好看啊 你陈启玉 刚刚讲的过去 曾经当过高雄市的副市长 对 你虽然力能通天 可是一个高雄市的副市长 你在台延 你上下其中 你搞了11亿 你真的一个人可以搞吗 而且在搞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很多人 跟司法单位检举了 已经很多人说 这东西有问题了 有人处理吗 没有 全部都被压下来 那代表什么 代表陈启玉 后面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对 而且应该是一个帮派跟系统的力量 全力的来照顾陈启玉 那这么重要的人 你当然要收押 不然 这件事情就被戳掉了啊 地检署就告诉地院说 如果不羁押的话 很容易 人就跑掉了 对啊 然后呢台南地院呢就告诉大家 不用回去吧 然后呢台南地检署 还说证据不足 对 地检署的检察官就说 那 那他是用多少聚保 他说不用 零元 无保 然后呢大家等到人跑掉的时候 因为后来弄到高分院 高分院 谈的高分院告诉大家说 这个不可能 这个你台南地院要重新开鸡押 重新开鸡押 重新开鸡押的时候呢 大家都来了 你好欢迎 只有他没到 只有他没到的时候 只有陈旋律没到 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 你这个完蛋的人跑了 因为鸡押 代表什么意思 你不来 你原本是有逃亡的可能 你鸡押不来 你就逃亡的事实 你就是物理性的逃亡 所以呢 大家想说你一定跑掉 台南地院告诉大家说 你们不要急 少安勿躁 这个鸡押 开下去可长可久 因为同样还有其他被告 也都无保请回 所以呢 如果 我们在开鸡押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是迟到喔 哇 鸡押开了八个小时 大家都开完了 就都没有 他都没有来 然后呢大家就开始 骂台南地院你们在搞什么鬼 他看了一个新闻稿 他说你这个证据 荣有不足 诶 你荣有不足 你想想看 你的对价是多少 11亿 你至少给他个重保 给他个几千万重保嘛 没有 你给他保进多少钱 0元 然后0元之后呢 再告诉大家说 没有没有 你当初地检署没有好好弄 然后甚至大家就想说 那高分院 为什么会把你驳回呢 对 所以呢你表示你问题很大嘛 好问题很大之后呢 大家回头去看 台南地检署 跟台南地院 后来现在亡洋谱老 现在兵分三十路 把陈景玉所有可能的 藏身的地方 全部都搜索过一遍 他是真的跑了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当初地检署 第一次发动搜索的时候呢 大概所有东西都已经搜完了 搜完之后呢 如果这个人跑掉了 你觉得他会再回去 被搜索过的地方 当然不会啊 躲在那里 当我们是笨蛋吗 所以呢你现在去找他 找到他吗 找不到他 因为他现在跑出去 是由所准备的跑出去 所以大家就回头想 你谈谈地检署 但是台南地院 到底是有什么恩怨情仇 也变成一个 这么魔幻的一个情况 好 在二十年前 曾经有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 去监听台南地院的法官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就结下了梁子 结下梁子之后呢 你从过去来讲 这恩怨情仇 变成一个传统 我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 今天的说法就是 当时南检去挂线 挂线了以后 挂到谁 挂到台南地院的 这里面的人 里面的法官 法官就不爽 不爽了以后 后来台南地检署 你要干什么事情 我就给你驳回 可是你是什么 你是司法的天平 你应该是公正无私 你怎么可能 因为个人的小恩小怨 你干这种烂事 还有更夸张的是 刚刚讲到 台南的议长 副议长这种事情 已经有威胁了 已经有金流了 你什么都有了 台南地方法院 可以告诉你说 全部都无罪 结果郭姓良 郭向良那个案子 我把你判重罪 让你一辈子 永世不能超生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做了很多 很离奇的事情 曾经我们每一次法务部 一年会有两次全国大扫黑 你知道吗 全国你知道 台湾里面 没有台南 没有台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在整个 全国大扫黑的过程当中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去蹲点 这些检调人员先拿到 好蹲点完之后 一请到票 冲进去 你这样才不会跑去吗 你这样才不会让人家绕跑去嘛 可是呢 每一次 曾经发出过两次 第一次是22张 22张台南的行大 已经到地方去蹲点了 然后准备要冲进去 连伟安特警角度都准备了 说 没有收收票 然后呢台南行大的大队长说 没关系 停到几张先充几个点 一张都没有 一张都没有 所以那一次的全国大执行里面 没有台南 后来呢 又有了第二次 第二次你知道吗 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台南地域 不给票的机会很高 所以呢 把它精简再精简 请16张 16张 这些都已经确准了 应该是有机会 行到票了 一样大家发动了 台南也是行大出去了 蹲点 结果 一张都没有 回家 回家 你知道吗 把这些同仁 跟违安特警小组 带着窗备 坐车 继续回来 所以呢你说 这种情况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可是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的 甚至也有这个 这个诈骗集团 全部一团送进去 送进去之后呢 也是请回 也是没有积压 那没有积压那一次 你知道多离谱吗 台南高分院 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诈骗集团 已经是罪证确准了 所以呢 一定要再开积压艇 可是呢 台南地医院就不爽 不爽 可以做什么事情 再开积压艇 没问题 但是 你有告诉我要今天开吗 没有吧 所以呢 我可以一天后开也可以吗 对不对 他拖多久 一个礼拜后也开也可以吧 拖了三个礼拜 拖了三个礼拜 这些人早就饶宴纷飞 算了 对 所以呢你说这件事情 从头来讲的话 陈其玉这件事情 然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台南地医院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一而再再而三 什么案子到你台南地医院 就是灰飞烟灭 对啊 我在台南地医院开始出一道次 我真的无法小心 当时搞得轰轰烈烈都去侦查了 而且你真的是比首次的开张要杀人了 就邱莉莉 林志展 郭再青 所有人 居然都没有私情 对我们来前行提要一下 那个时候呢 台南要选议长 然后邱莉莉是议长 林志展是副议长 然后呢 过程中也非常的奇幻 既然有议员 然后呢在路门口 在家门口 路上被他拉上车 拉上车之后呢 下去赶快去报案 为什么 他说有人在车上跟他比这个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很明显的嘛 对 所以呢这个状况 这些议员都搬去哪里 议会里面住 所以呢那次投票的时候 还有个金属门 看大家去投票的时候 有没有带枪 这是什么状况 好 这些东西来讲 你会不会觉得已经差不多 证据都有了吧 对啊 所有的笔录都有 所有的监视器都有 最后告诉大家什么 均无罪 然后呢 告诉大家的理由是说 诶 他们当初 如果你当初被枪指了 你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报案 你怎么会跟你的老婆 先去吃个晚餐再去报案 诶 我被恐吓 我吃个饭也不行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人就说 诶 你当初做笔录 那你这么我的房子咧 对啊 所以那些东西来讲的话 都是ok的 可是呢台南地院告诉你说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都到了实任法官之后呢 你就是终身职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没有人像台南地院一样 玩得这么离谱 玩得这么夸张 他根本为所欲为 对 连这种就是罪证确准 然后呢清清楚楚 都已经掌握好证据 鞏固好的证据的时候 他就是告诉你无罪 然后无罪的理由呢 都觉得非常的荒诞 可是呢台南地院最厉害的一件事也是 但是笑骂有人 你骂认你骂 他不在乎 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呢从一个案子到一个案子 议长这些东西来讲 他告诉你反正判决之后呢 法官不语 你们也不要来啰嗦了 好所以 宇燕 另外一个经验一个 施俊奇 他什么 之前的台湾金莲的动作 被换掉 换掉我也觉得没什么 可是他讲说 哎 他说任期还有两年 我为什么要现在下台 他特别提到说 他当时要去卖云林的一块地 受到极大的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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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怀疑说 那是不是他要去责的原因 那更妙的是 接他的人 又刚好是云林的 農業前農業局局长 妙的是什么 妙的是 他完全没有金融经验 对 老德哥 施俊奇他这个直接点名谁 直接就点名 啊 no 就开战了吧 他的意思是说 哎 拜托一下 我觉得合理怀疑 我明明还有两年的任期 在这个台湾金莲 我应该要继续待下去啊 你这时候把我换掉 而且换的是谁 是你啊 no 是你苏志芬的人 叫呂正章 齐刚白了 他根本没有相关的金融经验 结果 哎 他没有金融经验 对 我开玩笑 我以前担任什么 我以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他以前的资历整个金融排下来 我们讲一连串的 你说施俊奇是民进党政府时代的行政院副院长 那以他的政治激励 当这个台湾金莲的董做其实刚刚好 结果没有想到 连他都挡不了 还有两年的任期 竟然硬生生的被拉下来 对 他点名人 再来他点名是 他说我点名为什么说 一定是跟你阿诺有关 他说那时候选举期间 2023年的时候 对不对 明明我们要讨论呢 云林一块用地 结果呢 我就说他应该是用假种用地 假种用地 什么叫低度污染开发 就是说他不应该用高度污染 结果没有想到 这时候你阿诺带人来 当众要求说 你没有变更成乙种 就用停止标售 他就说我就挡到你财入了嘛 你就是为了要这个台湾金莲 关于这个所谓的工业用地变更案 一定要假种变乙种 所以我不符合你的意 就果不其然 在改朝换代之后 莫名其妙突然间 你苏智芬的人马 一个呂正章 从天而降 而且这个呂正章 讲白了他是谁 他就是你以前的人马 所以万一之 你这个不是就是因为薪酬就恨 过去我挡到你的财入 你现在就要把我一脚踢开 而且呂正章现在还被指引什么 他的爸爸跟哥哥 还有掏空五千万的事实 你没有专业就算了 但是尤其是大家翻出 你们家族的旧历史嘛 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把这种农业金库做掏空 什么样的掏空法 他等于说呢 我先拿了一个所谓的 农业公司啊 这种生计公司啊 来去跟这个农业金库呢 做贷款 就贷款之后贷多少钱 贷五千万 就贷完之后呢 不好意思 整个公司就跳票 但也没有真的施行 然后这个贷款借给他之后 全部变呆账 呆账就放在里面 钱咧 对没有保护客人咧 重点是人咧 钱跟钱都没了 人就浪杆了 这些老婆 他说欸 你家族有这个背景 有这个经历 结果你现在 还让一个完全没有履正章的 去管台湾今年 这也是跟金融相关 高度相关的行业 所以大家就昏倒了 欸 你今天跟他讲的 你家里面的苹果台积电 遭到法拍 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的昂阿某 还有你全部都潜逃通气 对 财务跳吧 就是这一家叫做 轻松热闻科技 所以大家现在好奇的是什么 因为阿罗也跑出来喊冤 阿罗说不是嘛 我那个时候 是不是带沙说去土地变更啊 我明明就是讲说 希望说能够带居民去承勤啊 包括他们相关的薪资啊 甚至退休金啊 我希望去做到这个环节 我跟自己没关 保德哥 他还讲什么 他说如果你了解这个人事安排的话 施盛期你会感谢我 对 不是保德哥 最怪是怪的 第一个 施俊吉他过去是谁的行政院院长 他过去是谁的行政院副院长 賴清德 他是賴清德的行政院副院长 那理论上阿罗罗说音信 那不对啊 现在当家的明明就是賴清德 所以这个背后面 到底牵扯到 什么样的派系恩怨跟糾葛 恐怕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单纯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橘子不是在日本 橘子跑到了澳洲 我就讲 这个我们觉得 台湾的司法真的太妙了 第一个就是 你谈谈地方法院 怎么可以去重放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陈启玉 第二个就是 你会发现 我看到了橘子 他是会有个神秘力量 当每次要抓他的时候 他都知道 对 橘子的传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讶 在一个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 简爹要动手了 他竟敢回到台湾 然后弄了两天之后呢 顺利出境 然后飞坐去日本 所以大家觉得说 那你真的是 他竟然没有进管 对 你真的是意高人胆大 就算你没有进管 你敢进来吗 除非你知道你没有进管 除非你知道你在吸干旁 这个时间的缝隙 你进来就出去 好 到了日本去之后呢 我们曾经说过 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 我们曾经帮日本抓了非常多重要的人物 所以呢 如果有需要 日本一定会帮我们来处理一下 可是 竟然什么事都没有动 没有动的情况之下呢 他竟然又在这个 这个护照要被注销的过程当中呢 跑去哪里 跑去了澳洲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人通知吗 没错 他一定是知道你 接下来你的护照会有问题 所以呢 他线上签证赶快弄一弄 然后在护照出问题之前 人就跑了 所以呢你看喔 他敢回来 然后呢再飞去日本 然后再从日本再杀去澳洲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永远都早在 我们的检调前一步 而且你说 他不管到哪里 最可怕的是 都有人接应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你可以从日本回到台湾 从台湾飞回去日本 然后呢在日本 在那个地方再飞去澳洲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说 他没有上过一天班 出了社会之后呢 就只是做义工 后来就到了柯文哲的身边 你这种社会历练 你有办法逃亡吗 你没有社会网络的 你没有办法招容吗 你知道吗 跑路 为什么很多的社 很多的兄弟大哥 最后跑了一几年之后 决定回来投案 因为跑路没有那么简单 跑路需要学问 跑路需要五湖四海的朋友 如果你从头到尾 你就真的是像你们讲的一样 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你没有上过一天班 你怎么跑路 你没有人介意 你怎么飞去日本 你没有人知道 通风报信 你怎么知道说完了 护照快不能用了 你要赶快跑 所以你要跑去澳洲 这个美港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日本 当你知道说 真的北京要注意出手之后呢 你离开日本代表什么意思 你离开了日本 不管是到澳洲 不管是到哪里 其实都一样 我们就是拿他没辙 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在日本 你错过日本 不管你飞去哪里 你只要离开了日本 他就是人间蒸发了 我们根本拿橘子 没有办法 完全没办法抓他了 这就是你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现在不管是检掉或者检连 第一个 橘子为什么这么晚才被被告 这么晚才开始通信 这么晚才注销他的护照 你根本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橘子之刀 你台湾故意有人去挡橘子这个东西 现在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都已经动手了之后 并不是说等他跑才动手 其实检掉的动作都是动手了 所以为什么他回到台湾之后 他可以出京日本 他没有像那个谁 应小微 他却无法出去 直接被挡下来 因为其实我们检掉已经发布了 已经禁管了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竟然有办法跑掉 不是说大刀还没下来 而是刀下去之后 他还可以跑 歪了一边就让他出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是不是故意就是让他放过他 不然他怎么永远都要剪掉一步 我们知道西班牙的国王过去 在西班牙算是爱戴的 而且他的王妃 是他们的骄傲 因为他们有这个全世界 最美丽王妃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这一次去西班牙这个灾区以后 就会被丢泥巴 连王妃都不能信任 为什么 因为灾情真的太惨重了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西班牙的国王 菲利普六四呢 他到这个瓦伦西亚去 这个看灾的这个画面 很多民众呢 开始对他丢泥巴 你看丢泥巴丢泥巴 他最后呢 身上非常多泥巴的这个状况 就连他们王妃呢 在跟人家 谈论事情的时候 脸上都有泥巴 所以显然呢 这一次呢 发生在瓦伦西亚这个天灾 真的让很多市民非常难受 他们看到这个 这个国王就说 滚出去吧 杀人犯吧 可耻吧 等等这个羞辱新闻这个言论 再骂他 然后就说 你为什么没有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 然后避免这个悲剧发生 鲍杰这一次在瓦伦西亚 目前为止 已经造成了208个人死亡的这个灾害 而且目前你看 国王的身上都是泥巴 而且到目前为止来说 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找出来 你看 这次到目前为止 他们很多车 互相凋结在一起 还没有办 他们很多人是说 为什么不帮我们找这个 我们的罹难的这个家属 所以他们为什么很难接受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 全部都冲到这个小巷子里面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他们这次水淹到多深 你看这是一个人的高度 你看他淹到这么高 对 已经比他的这个人 都还要更高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可想 当时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 非常的湍急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原本来说 是那一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西班牙的这个 他们的相关的这个单位 有发布所谓的豪语特报 那豪语特报一发布之后 保姐你知道 他们原本就应该说 你赶快把人数撤离吧 对 就没想到他们没有把人撤离 他们一直到下午八点才说 我们劝这个所谓 瓦伦西亚当地的民众 你不要出门 就没想到不要出门 就保姐你知道 发生什么状况吗 就反而马上 他们这个雨就来了 雨就来了 水就来了 因为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 下了在一天之内 下了大概约摩式 一个月的雨量 一年的雨量 下了非常多 然后下了就看 开始山洪爆发了 然后整个这个路上来说的话 全部都是这个洪水 在淹满地的这个状况 因为都完全突然就出 而且下大雨最湍急的时候 保姐你知道什么时间吗 什么时间 非常致命就是下班时间 搭车完全都开出来 就完全都开出来之后 就变成这样 突然之间你看 水就这样来了 水这样就来了 然后完全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跑都来不及 跑都来不及 然后马上水捲过来之后 他们车就完全被叠在一起了 这个状况 那不是只有这样 车跟人车都被冲走了这个情形 所以那个车是被滚走的样子 对 被滚走的这个状况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来说啊 就连他们的地铁站 他们地铁站也是一样 在突然之间 沙拉之间就冲 就水就进来了 他们完全没办法想到是这个样子 因为 因为他们是说 他们还没有发布这个警报 所以 一开始洪水来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完全傻眼 说欸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他们一直到了非常久的时间 你看 没多久的时候 整个地铁站 完全都是水的那个情形 如果我在地铁站 我是跑都没得跑欸 对 而且他们马上就敢往上跑 那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养老院 养老院的民众他们就说 欸 没想到他们坐在那边 水就来了 水就来了 然后养老院的这些老人 没办法跑 他们就只能坐在那个地方 那我也没办法跑啊 等待人来救援他们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事实上他们简单来说啦 他们就说 在几个小时之内 水就来了 这个超乎大家的想象 才会造成 约莫200多人死亡的这个悲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